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CTEX网站的创立人 他给一篇研究报告 他这个研究报告就是用我们 在课堂上操作的这种相似度 那这种相似度是怎么样定义的 就我们刚才说四字词或五字词 那其实他在这篇文章用的方法更复杂 等于是除了CTEX以外呢 他自己设计的就是说他怎么样侦测 这个相似度 然后给他设定一个门槛 然后这个门槛他就会找出利用相似度 去判断这些文本和文本的关系 那比如说因为我有读过他的文章 他里面会怎么样 比如说一个故事 然后他会找出这个故事某些字词的顺序是一样的 所以虽然他中间可能跳了五个字 跳了四个字 可是他可以定义这个相似度 那这个就标准的我们说标准的 数位人文的一个计划 就是你在想说你要怎么样研究的时候 同时会研发出怎么样新的方法 去来符合你的研究目的 那我们这边呢 所以他这个用的 我们CTEX里面的相似度比较是比较 我们说比较非常机械性的 然后比较基础 可是他把这些基础的东西 让他再加一些改良 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你这个结果如果你去看 你可以看到十三经里面的三传 那因为春秋的原文 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他当然就会增加很多的怎么样 在相似度上面就会有很多的分数 所以你这个就我们说了 看到一个标准的怎么样 社会关系网络图 就一方面他可以计算他的远近 一方面呢 他可以自动分群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每一群里面 他的边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程式自动给的 不是像我们刚才那样手动 手动去操作的 而是怎么样 你给那个社会关系网络程式说 用某个标准去帮我自动分群 他就把它分好 所以你可以看他分好的结果 那比如说这个右下角有算经 九张算数和周皮算经 你看那相似度会很高 那这个左边呢 《黄帝内经、难经、商寒论》 《综艺的书》的相似度会很高 所以你去看他那个分群 和我们一般说 我们这个人为的知识 经由阅读的分群 其实是怎么样 不管是在内容上 还是在形式上 就浅实用具上 那其实是 就很符合我们 既有的 已经既有的知识 可是我们现在却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重现出来 而且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 就是说 当我们画自己关系网络图以后 其实它是怎么样 和资料可以直接连接的 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 比较我们说宏观的 可是我们比较希望的 就是数位能工具说 我们敲这个图的哪一个点 它会马上带回我们怎么样 呈现原文的资料 然后跟他说 这个原文的资料 哪些点是连接到另外一个节点 哪一个部分是连接到另外一个节点 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怎么样 可以再进行细部的观察 所以可以在宏观 它围观之间怎么样 迅速的移动 那这个是以前的 研究者怎么样 很想要有 可是没有办法做到 那今天藉由这个文本的数位化 藉由数位工具的操作 那事实上就帮助我们 有这样的研究能力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比传统的研究者 20年前的研究者 那一下子就怎么样 就我们的学养 可能没有他们深厚 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来弥补 这样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课的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要大家 藉由解决实际的问题 我们本来每个礼拜都要做的 每个实作的礼拜都应该做的 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工具以后 然后来到课堂上 你们要准备回答的问题就说 那我上个礼拜学的工具 和我期末 要用来探勘的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现在学了一个新的工具 那我要 对我原来要探勘的这个文本 那我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就要不断的 用比较自觉的方式去提醒自己 来主动的这个学习 这个工具 这样的工具 才会比较有效的 所以呢 现在请大家看荧幕上 三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那这个三个困难的问题呢 就今天大家 好我们先让大家 比如说自己操作个15分钟 然后不行的话 我们再一起来做 本来是想跟大家一起做 不过 时间好像不太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 藉由这个问题 一个具体的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先 自己脑力激动一下说 我怎么样来解决 然后下面呢 这个你们回去 都可以进入课程资料夹 然后打开 就是说 这个新制图 就可以看到 我们下个礼拜 就是说 其中复习的项目 就是这些大的项目 就是基本技能 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大家一定要会 学了 然后 就第一个要会用 就工具上 第二个 怎么样把这个工具 用到自己要 自己的研究目的 也就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上面 那我们就是 整个学期 其实会不断的 重复这样的东西 因为所谓的工具 就是怎样 就是你就是要练习 不练习就没办法收敛 OK 好 那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这个礼拜或下 这个礼拜最好练习一下 就是应该还是要练习一下 怎么样用 那种配价加价来整理资料 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研究里面算是比较具体有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 就给大家 这个第一个也算是基本技能 上完这个课 你们应该可以很轻易的完成这个项目 那基本上呢 你们就利用c-text 来进行 这个自动的统计 统计以后呢 经由人工的筛选 就是你要挑一些重要的字词 你不要 挑 比如只约的约 当然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可是约 除非你是要研究语法的 不然的话 约 通常在我们比如说 思想史的研究里面 约 讲话 讲这个东西 不会成为是一个分析的重点 那我们今天 因为大家上过中国思想史 所以就用这个中国思想史的标准来挑一些 就是说 轮语里面的重要的概念 那我们的 做呢 是要一字词和二字词 然后做好以后 你就把这些不同文本的 最高频的重要概念词 然后结合起来 然后整理出一张 就清单 所以整理出一个清单 因为 比如徐子的最高频的字词 和孟子的字词 可能重复啊 你不要重复的 你就把它 有重复的 消掉 这个上次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就用Excel的枢约分析掉 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 重复的让它消掉 或是 利用Regular Expression 也是可以做 只是比较麻烦 好吧 那就把荧幕还给大家 请大家带着愉快的心啊 怎么看到题目 好像都我欠你们两百万的样子 就赶快练习啊 反正你在练习的这个中途有什么问题 就举手 那如果大家都觉得很困难的话 我们就集体练习 就大家一步一步一起做 从这个 已经是寄之的人民 去找到未知的人民 那这个就是持甲子的概念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明天 要去台北 我明天 要去高雄 我明天 要去台中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你找得到 一个东西说 我明天要去 XX 然后后面是句点 你就知道 你找出来的那个XX 就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一个地 就利用我们这个 在语句上面的句话 会常常出现这个 那这个呢 你就可以用怎么样 句点 还有我明天要去 这个东西 把那个地名夹出来 这个就叫持甲子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 我只知道贾宝益 薛宝钗 还有这个林黛玉 那你怎么样用这三个人名 去把那个东西 就是找出他前面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 用那个台大数位人文中心 那么发展出来 他的前缀词 和后缀词 然后可以把人名夹出来 所以这个就很好玩 大家可以试试看 所以我故意来弄得很简单 好像是大家可以背出来 可是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工具上来做的话 那就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你们学过 正者表示事了 那其实就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 比如说 怎么做呢 比如说你先找出 甲宝益 薛宝钗 林黛益 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后面两个字是什么 那你就观察一下 统计一下他的频率 然后把那些就说 可以夹出人名的东西再挑出来 然后用这个东西 就让他夹出更多的人 好玩吧 所以请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这三个问题啊 知不知道怎么进行 然后我们还是 看样子 我们还是来集体练习好了 就是说我们因为没有时间 给大家太多的题目练习 所以大家 可是就是类似的题目 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会出的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要熟练这样的 熟练和习惯 这样的操作 OK吗 好 那我们还是就是说 因为这个程序其实有一点多 这个就我们讲的啊 每一个程序自己本身怎么样 很简单 好 可是程序在 程序上我们就可以装 很复杂的事 好 所以那个第一个题目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 就所谓的词评分析啦 那就简单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 加入文本变多以后 它就变得稍微复杂一点 那你可以 这个就和我们刚才啊 在寻找啊 那个关系网络图的啊 这个啊 资料的格式一样 你改变其中的参数 它就整个会变得不一样 有时候牵一划 就会动全身 那你加入了 可以啊 动用的参数越多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啊 就越复杂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先做好了 啊 我们啊 先做啊 这个啊 最下面一个 啊 就我们说啊 这个啊 我们吧 我们来说rine 我们来说 我们去看看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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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